第一个就是Opportunity Cost, 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Coin 有时候第二款会是Full Cost 他就要你加Monetary Cost或者Non-Monetary Cost 所以你见到Short Cut的时候 你要看看究竟他是在问你哪一款 他究竟是在问你 他究竟是在问你 是Opportunity Cost 就是如果他是在给 什么时候去判断去背这个的Definition 还是背Full Cost的Definition 如何决定 要看一下究竟那份题目是给一些 譬如First、Second、Third的Preference给你的话 譬如有三样东西要你选择 然后你选择了第一、第二、第三个 我不知道该是什么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背第一个 背第一个 有时候就问 例如之前有一条Full Paper 就是问 为什么很多时候 为什么很多时候去排队买iPhone的人 排队买iPhone的人 很多 好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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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些 可能是长者 那样的 那样的 那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 reason 解释一下 就是 背个Full Cost 就是 例如 Y Nighting Up 或者是 Y 人 很可怕 就是 哪个排队呢 都是 Elderly的 OK 所以看清楚的话 其实应该都可以搞得到的 就是我看到short crack,long crack,除了我最大方向的答题技巧 一定是一分一个point之外 第二,你就一定要找一些keyword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关键字 你见到这些keywords的话 你就可以立刻写下definition就可以取得到分 3a和3b,目前都不会出的 我意思是怎么说 是不会在long crack那里的 但是反而比较多是mc会问的 那mc怎样会问这些题型呢 他就会给一些人的发言 然后他就问究竟他是normative还是positive 这些都不会太难的 最重要就是要懂得分回 normative是一些value judgment OK 而positive就是一些事实 他能够被推翻的 好了,那基本上大部分 我们怎样说 怎样分那些normative statement呢 OK,那就是基本上你look for一些will 是不是will 是说shoot OK 就是譬如他那个人是说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譬如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那shoot这个基本上就是keyword 行不行 是有价值的 就是他自己是有自己的价值观里面的 而你是没得博他 就是他觉得应该做 那你可以不同意他的 OK 那但是他那样东西是不能够被推翻的 OK 就是说政府应不应该做这样东西呢 或者是政府应该推行一个政策呢 其实是 究竟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的 那但是positive statement 譬如今天 今天是太阳的 OK,今天是很sunny的 那但是你说今天下雨 OK,那这个可以推测的话 这个字呢 可以被re-filter的 OK 这个字呢 解推翻 好了,能够被推翻的话 即是说的 我们是能够是用事实去做验证的 OK 能够查到他对不对 OK 那这个就是positive statement 好,那所以呢 所以呢 最容易招乱呢 就是同学不应该 OK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一个的背法 OK 那我只是背一个而已 OK 因为如果两个都背的话 根据那个以往的经验呢 以往的经验就告诉我 那我应该会认识的 OK 那一个是normative 一个是positive 是不是 OK 那么normative呢 就是normative 我就会记住 他叫做Norman OK 那么normative就是Norman OK 那么Norman是一个人来的 OK 那人说的话当然就不一定是对的 OK 所以我就会记住 Norman就是一些会错的东西 那会错的东西 其实就是real judgment 那我背了一个的话呢 那我知道另一个一定是事实了 尤其是呢 就是我会怎样 我很多时候背书都是这样的 OK 如果有两样东西的话呢 如果那么巧他们两个是相反的话呢 那我只是背一个而已 因为如果我两个都背的话呢 对于我这些呢 有时候都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的人呢 我觉得很容易招乱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两个 我就是少少分享了 OK 如果两样相反的concept的话呢 我只会努力地记死一个人而已 OK 因为另一样东西 我能够可以透过 就是透过 我知道他们是相反的 所以我记到一个 那我另一个就会记到 但是如果两个都背的话呢 如果搞错另一个呢 那我两个都会错 OK 所以我会建议 OK 两样相反的concept的话呢 只是背其中一个而已 OK 那你背得到其中一个呢 那另一个就是 就是你去 就是 你去 怎么说呢 就是你用negative去背 OK 好了 那这个就是normative 和positive的 statement 好 然后第四了 第四呢 都是interest的 OK 那这里小心点 这个interest呢 就和我们MACCO 那个nominal interest rate那个呢 虽然那个concept有点似的 OK 那如果我们要讲interest的话呢 记得了 我们是可以有两个definition的 OK 利息是有两个definition 那这里就没办法了 因为这两个就不是完全相反的 OK 所以这两个分别都会配的 好了 那首先呢 to borrowers OK OK 好了 Borrowers 就是对于借钱的人来说 利息是什么呢 利息就是cost of earlier availability of goods 或者resources OK 我提早 OK 提早享用 那个货物 OK 或者那个服务的成本 OK 为什么我借钱要给利息 就是因为我的成本来的 作为我提早享用那样货物 OK 或者服务 OK 好 那然后to lenders 对于借钱的人来说 为什么我借钱给你 我要收利息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赔偿 来的 compensation 是什么呢 我去defer了我自己 consumption of goods 或者services 就是说 原本我现在有钱 我可以用的 譬如我有一百元 我可以立刻去做消费 OK 我可以买东西 但是现在你要我 延迟 因为我借了给你 我借了给你 那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不能够用那一百元 OK 所以我要收钱做赔偿的 OK 那这个对于lenders来说 就是我的赔偿 可以吗 OK 那这两个都是绝对的 OK 绝对的话呢 就是说你不能用其他字来代替 你背到就有分 背不到就没有分 可以吗 清清楚 OK 说一次 econ 一些这些绝对的definition 请你不要用其他字去代替 OK standard 如果我们由marking scheme load出来的话 你跟这个背 看到背到就有分 可以吗 OK 好 那研究第五 scarcity 那scarcity呢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relative的concept 是相对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相对的概念 先不要说我了 OK 一定要比较 不比较的话呢 是不能够说到scarcity 就是说 你纯粹说资源很有限 或者说我们的 我们的欲望满足不了的话呢 那你也不能说有scarcity 因为稀小性呢 是透过对比呢 去比较出来的 OK 所以 scarcity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problem 那就是limited amount of resources 就不足够呢 去满足到所有人的欲望的 OK 这里你怕串错insufficient的话呢 没问题 insufficient有第二个字可以代替的 not enough ok not enough 可以的 但是你串到insufficient就更好 OK 但是你记住 如果insufficient转错就会扣分的了 所以你稳定就enough 但是你串多一个insufficient 都是一个好事来的 好了 行不行 好了 那由scarcity所延伸出来的concept 就是了 如果那个good 有一个货品 它是scarcity的话呢 那它就会是economic goods OK 那如果它不scarcity的话呢 那它就是free goods的 OK 那economic goods和free goods呢 就是由scarcity而出来了 行不行 所以你runscarcity的时候呢 你一定找到这个boost card OK 行不行 行不行 好 那然后 what to呢 how to呢 for home to produce呢 OK 这个是这么久 shortquart都没问过的 等一下我会再highlight一些 就是说你看到shortquart 一看到那个字要配的东西 OK 但是为什么sir有些definition都放进去呢 比如如果definition你认识它 你做MC的时候呢 有时候可以选择 就是有些同学也是问 sir我MC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2-1 OK 就是你如果要2-1的话呢 你一定是选择一些有definition的东西 行不行 OK 有时候你2-1选择不中 就是因为你对于那个term的definition 不熟 如果你要2-1选择得中的话 基本上你熟到的definition 你就可以选择得对的了 行不行 所以有些东西呢 我就放进去 OK 虽然你long track 不用背出来 OK 但是你MC呢 你看到我字 如果你懂的东西就选择了 OK 那有3个produce的问题 OK What to produce How to produce 和for home to produce OK What to produce 就是说究竟 G&S是Goods and Service OK 我选择第一 Goods And Services 那我就简称了是G&S OK 好了 What to produce 是处理着什么呢 What to produce 是处理着 究竟如果我有资源的话 究竟我生产着多少样 OK 我生产着哪一款 以及生产多少数量 OK 即是说如果我现在有那个木材 我的木材呢 我在想究竟是生产傻司 还是用来做纸 OK 那这个都是What to produce 好了 那我究竟生产100件 一千件 或者一万件 那都是属于What to produce的问题 可以吗 OK 那第二 就是How to produce OK How to produce 就是说production method 生产方法 OK 究竟是 我找人去做 我自己做 我找机器去做 我找政府津贴我去做 和政府合作 OK 好了 最主要production method 可以是人和机器的 OK man made 还是made by machine OK 好了 第三个 亦都是可能和我比较 confuse OK 那就是什么叫做for home to produce OK for home to produce 是说的criteria of who can enjoy goods and services 好 即是说 譬如政府 建了一栋楼 那栋楼 如果政府是把它变成公屋的话 公屋的话 那就是说 一定是一些收入低於某程度的人 他才可以拿到 是吧 所以如果政府建了一栋楼 把它变成公屋的话 那他就限制了是 比较低湿的人才能够拿到 那如果政府建了那栋楼之后 如果政府变成居屋的话 那居屋那个 就是说 有些可能收入高一点的 那他都可以 申请到那栋楼了 OK 但如果政府不是的 政府是 和一些私人 发展商 建的 OK 那然后那栋楼 是变成私楼的话 那那个就是 所有给到钱的人 就可以买到了 行不行 OK 好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你会看看 究竟 他有没有说了一些原则 OK priteria OK 究竟哪一个是能够拿到 那样的物品 OK 那譬如政府说 那样东西是 排队就可以了 先到先得的话 那这个都是 for home to build 那就是哪一个 排得快 OK 哪一个有time cost 是低的话 那他就能够拿到 那样的 goods and services 行不行 OK 好了 那最后 那这个就应该比较多人 可能比较少 OK 但是临稳的钱 临稳的钱 临稳的钱 虽然这个不常考 那大家也要知道的 那就是private property rights OK 私人产权 OK 什么叫private property rights OK 那就是说的exclusive right to use devive income 和transfer的 goods OK 所以看到其实有三个 一 exclusive right to use 二 第二 devive income OK 和三 是能够转移的物品 OK 那做到这几样的话 那我们都说呢 它是能够做到 这个 就是你是对于那样东西 是有private property rights 行不行 OK 好 那现在我highlight一下 OK highlight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highlight那些 就是short crack 一看到呢 基本上就是立刻要背的definition 行不行 1 2 4 OK 5 也是 7 行不行 OK highlight那些 highlight的 就是structural question 看到的时候呢 就要背 即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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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不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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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sincer A Ник 小oure 看看吧,第八 Hello,聽到嗎? 聽到我的聲音 喂喂喂 OK,好,謝謝,因為剛剛弄了一個上網 所以可能有一點問題 OK,好,謝謝 好了,這裡還有一些少少 大家可能很久之前學了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OK,那Exchange 那什麼叫Exchange呢? Exchange呢 Exchange呢,另一個名字 可以叫做是Trade的 OK,好,那Exchange 大家要知道什麼 Exchange呢,你要知道它是一個 precondition for specialization 的 OK,那就是呢,做專門化的 對面,將些人專門生產之前呢 就是那個前節條件 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夠做交易的話呢 我們不能夠跟其他人去交易的話呢 那我們是不會去specialize的 OK,我們不會做specialization的 可以不可以 OK,好,然後第二 specialization是什麼呢 它就會 of course when different 你寫notes 其實可以寫簡直 但是PPL 你知道是people OK 或者economies concentrate on production of a good of a good or 專門化,specialization 就是講 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經濟 它專門生產一種貨品 或者其中一個生產階段 OK 這個 之後大家都有學的了 OK 不過今次只知道這個就可以了 OK 就是說你不用分那些什麼regional 那些因為是屬於book 2的 OK 但是大家知道最基本那個specialization 因為是綁住了和exchange 在第二部提及了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的 OK OK 好 然後有competition OK 那competition 你就知道 就要分了 是有 price 和long price OK 那還有呢 你要想回 什麼時候有competition 什麼時候有competition OK 那這裡你可以加回 OK When one or more person OK 應該說多一個人 現在就有了 OK 那所以 one man economy 是沒有competition的 OK one man economy 沒有competition的 好 那然後 price competition OK 那price competition 就是代表 competition through 那個price mechanism OK 就是誰能夠給到錢的 誰能夠給到錢的 就能夠拿到那個貨物的了 OK 那給不到錢的就拿不到 好 那non price competition 就是 competition that do not use price mechanism 好 competition that did not use price mechanism 的 OK 好 那non price有超多款的 OK 那譬如你可以說 queuing 排隊 join loss 抽籤 OK 那總之不是用錢解決問題 但是有分別到那個資源的方法的話 那我們就叫做non price 對不對 non price competition OK 投票也可以 voting vote OK 對了 好 還有 你記住了 如果你去收拾一些notes的時候 你就可以提醒自己 就是 當有scacety的時候 ok 那 然後呢 基本上就會有competition 的了 那你怕自己錯的話 就是 多於一個人的話 那就會有competition ok 那有competition的話 就會有discrimination 的了 ok 可以 好 好了 那之後就有nb 啦 marginal benefit ok 那marginal benefit 就是我們book3學的東西 那marginal benefit OK maximum 這個就有了 OK maximum amount of consumer 呢 is willing to pay for an extra unit of good 就是如果我要買多一件東西的時候 我最多最願意去付多少的錢 ok 那那個就是nb啦 ok 那然後下一個要認識的就是consumer service 那那個consumer service呢 那那個consumer service呢 就是那個difference difference between那個total benefit and那個total expenditure ok 那total benefit就是tb啦 ok 然後呢 那個total expenditure ok te ok 所以total benefit 選一個total expenditure 就是consumer service ok 好 那然後mc marginal cost ok 就是個cost of producing and extra unit of good extra unit of good 額外生產多一件貨品呢 所有支付的成本 ok 那個就是mc ok mc同時間呢 有第二個可以解釋的point 是的 那它也是呢 minimum supply price呢 oh 一個的producer 就是說呢 那個生產商最便宜最低 都要買回那個價的 ok 那你可以寫 第一個定義 或者第二個定義 我覺得也可以的 那為什麼我要mark 為什麼我要mark 下去啊 ok 那我mark下去就是因為 你要知道有時候mc 是有幾個順項的 對不對 就是它可能要你選幾個 那你就要知道 原來mc有第二個 的角度去解釋的 好 所以如果這兩個合起來之後呢 那其實就是 講的 minimum amount producer willing to sell and extra unit of good 好 那這兩個可以加起來的 加起來就是 minimum amount for一個producer呢 他是willing to sell an extra unit of good ok 然後producer service 那producer service呢 就是difference ok difference between 那邊那個total revenue tr 選擇那個total的variable cost 然後tvc ok 好 那然後就到efficiency了 ok 那efficiency呢 就是marginal benefit ok 等於marginal cost 如果有externality的話 ok 如果有externality的話 那就是marginal social benefit 等於marginal social cost 就是marginal 那這個是mc 也是mc 那這個是mc 那這個是msb msc 那什麼時候要提到右手邊那個呢 那就是當有 with externality 對不對 好 ok 好 那之後就是 什麼時候會有under production呢 什麼時候會有under production呢 當mb大於mc 呢 當mb大於mc 呢 就會有under production 那什麼時候 over production呢 就是mc大於mb 那些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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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時候的production 是小於efficient地的效果的 ok 好 那所以回轉了 over production 就是說 Current的production呢 是大於efficient地的效果的 OK 好了,那记得了,还有 18了,ok,deadway loss 不好意思啊,很迫一點 這樣啊,可以先看一看 Sorry,deadway loss 什麼叫deadway loss?大家都知道是三倍的 什麼時候deadway loss?就是當有inefficiency 就是那個total social service 不能夠拿完的話,ok 有兩個名字,deadway loss就是 potential gain not capture 如果他要特意要你背 什麼叫deadway loss的話,就寫這個定義 potential gain not capture 這個就是value loss 好,然後還有兩個都要背 就是functions of price 有兩個的 好了,allocative function 好了,allocative function 就是 price direct 那個resources 啦 to produce the goods that have the highest benefit OK 然後 然後 rationaling functions OK,rationaling functions 就是在說的 goose呢 是 rational to consumers,ok OK for value the goods the most OK 哪一個消費者對那件事是 覺得那件事是最值錢的話呢 那現在見過就會給他的 OK,那這個就是rational function 好了,allocative function就是由producer的角度出發的 OK,那所以如果你問我要去考試的時候 或者mc怎麼分的話呢 allocative function呢 我會說是由producer的角度出發的 OK producer根據市場的需要呢 他去生產些什麼東西 OK directioning function呢 那個重點呢 就是放在 哪個價高借得 哪個能夠給到錢 哪個就能夠拿到那樣東西回來 行不行 OK 所以如果mc的話呢 就是consumer還是producer OK 但是去到long crash shortcut的時候呢 都是背這個定義的 行不行 OK 好,那因為我放得太低了 OK,但是你做些notes的時候 你可以放開一點 OK,令到自己呢 可以有 即是空間不用那麼麻煩 OK 那,不好意思 那我都打個文字版給大家 那我可以知道 我有時候可以知道 都未必大家readable OK 放心我會盡快 收拾好幾天 看看能不能印給大家 OK 好,那最後 好,那有positive external energy negative external energy 是不是 sorry 我要highlight一下 是long crash 看到一定要背的 but long crash 看到一定要背的話呢 deadway loss 如果他問到你的話 是要背的 OK potential gain not sorry 加回那些 not fully captured mc mc有問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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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這個 就是use 好,然後efficiency一定要認識 對不對,經常都說 efficiency一定要達到nb等於mc 對,那under production over production over production 這些題 allocated functional price 這個都要 對 就這樣 OK OK 好,那還有些key words 就是positive 和negative externity OK,那這個呢 你就去run 我之前給你那個圖 因為那個不是只有一個字 對不對,OK 所以我說你要run的時候呢 你有個 extendality OK,你要跟回這個方法來回答 OK,所以我不能這樣用一句去回答 對不對,negative 和positive 的extendality 就一定用這個方法去回答 對不對 OK,那這個你就可以額外 去收拾到你的notes OK,好 那然後equity 一定要回答是equalizing income 或者equalizing opportunities 的,對不對 OK 好,那還有Lawin's Curve 和gene coefficient 都是不用 就是放心 他很少要直接叫你問 什麼叫Lawin's Curve 或者什麼叫gene coefficient OK,那但是你要知道 究竟他那個意思 OK,那那個Lawin's Curve 如果是 sorry,我先說了equity equalizing income 就是什麼叫做到equalizing income OK,equalizing income 就是一定要做到 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 incom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been narrow 好 OK 即是說有錢和窮的 那個收入差距 是不是能夠被收窄呢 收窄到就是 equalizing income OK,什麼叫equalizing opportunities 呢? 就是究竟我們能不能夠去 就是 增進 增進 t increase future income earning power of that citizens 或者people 怎样可以平等到机会呢 就是说如果能够将那些人 能够将来赚钱的能力 将来的赚钱能力能够提升的话 那我们就说能够做到equity 好 然后最后的就是Lawin's Curve 和Genial Coefficient 他们就很少问你 什么叫Lawin's Curve 或者问你什么叫Genial Coefficient 就背个Genial Coefficient的定义 这样是不需要的 但是未大概要知道它是什么 那Lawin's Curve呢 你就要记得了 究竟呢 它是如果你要说 perfect income equality 那就是45度 OK 如果45度线 OK 那它就是absolute income equality 所以如果那个Lawin's Curve 是越远的话 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那个Lawin's Curve 是further away 45度线的话 OK 那就是代表 income distribution less even 就是more uneven income distribution OK OK 好 然后最后还有就是Genial Coefficient OK 那Genial Coefficient 就是0 OK between0和这个 1 0 OK 那就是closer to 1 的话呢 就是more uneven 行不行 行不行 就是equalizing income 和equalizing opportunity 你答题目 一定要答到 那两个位置 OK 那一定有分的了 行不行 好 那如果大家眼睛势利的话呢 你会看到呢 我应该是有一件事 是有一个topic 但很大的topic 是没有放下去的 OK 那还有一个呢 大家要背的 就是其实law of demand law of demand 应该没有放到 law of demand 看到都是要背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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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price increases 啦 Quantity demand decrease OK K test K test OK 或者你写 holding other factor constant 都可以 那你喜欢的 可以加上wise versa OK wise versa 即是反之言 OK 你不加的话 就可以这样写的 OK 你加上coo的话呢 加上coo的话呢 就不用写wise versa OK 那law of demand 不用问了 一见到一定会的 行不行 好 那基本上呢 Michael和Macco I'm sorry Michael 今次要考的 那些比较重要的 key words 都放了二十几个 OK 即是你能够 看到 起码你题目 不会完全没有方向 你明白吗 有时你见到题目 你完全不懂 即是说你有一两个topic 一些关键字 你没有掌握到的 但大部分 我已经放了些key words OK 即是起码呢 你见到题目 你不懂也好 你背了定义下去 都会有一分 OK 行不行 然后大概呢 就是要看看 根据你对题目 有什么掌握 能够写到什么 行不行 好 那我就 我弄了一个 word檔 或者pdf 给大家 可能会好一点 OK 那 还有一些 就是可能 特别一些 大家做到MC 或者shortquart 有些问题 你都可以问我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会做明天 或者后天 那我就会 讲到MC 一些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最后的一两天 可能我有一些quiz 一些的题目 OK 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题目 那我就跟大家高呼一下 OK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 先走了 谢谢 谢谢